其实这辆车呢 我们还是用了一些心思 做了很多的创新的 都升级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外观的大灯呢 还是麦巴赫三眼皮的 高山流水的瀑布包围 两侧呢 还有沙域区的LED的侧面转向灯 上方呢 是帷幕小高顶 而且是电灯的 后方呢 是熏黑的流水尾灯 上方流水灯的大尾翼 微停的这个中控台啊 其实我们一个 像VL00款的造型 还有这种大连瓶 但是今天这一款叫GLS 双连瓶的液晶瓶 但是左侧呢 这个瓶是液晶的 这个中控台看起来比较饱满 还有它的出风口 都是简约的 也都是比较流行的 其实主并箱了 你看它有两侧的大马鞍 像这个控制车的功能呢 都在这个扶手中央 还有一个高 再往后呢 是一个树箱 这里面呢 是个压缩出风口 整个这个造型 回到地板 前面是45里冰踏板 折叠办公小桌板 手机无线充电 水杯架 收起来的 这个也 红衣同学 打开零中立 座椅还有一键复位 座椅一键展开 第三排的空间呢 可谓是沙发床啊 当然中间还有这么多的位置 你看小孩子呢 坐到中间呢 都可以进行玩耍了 第三排的座椅 它的舒适感 有立起来的 有包覆感 这个棉呢 也是控制了 双击两下 屏幕里的前后 靠背的前和后 后面呢 大的储物箱 做到三排 也是有滑滑感的 好看 水杯架 手机的SB的充电 桃木的事件 下方呢 还有储物箱 三排可以 这个空间呢 真的是爱了爱了 中后排的玻璃 全部关联 顶棚上方 四周是连体的桃木组灯 空调的涡轮出风口 的星空顶 前面还有一个 25寸的多功能电视 只需要在这个屏幕上 来控制就可以